《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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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說什麼 命以定數也有見數 這個要查看 就就是說 我們會認為 命中數有接種性 是命中數定的 或者這些人 他就是江山易改寶欣 他就覺得 因為命是跟什麼有關係 跟你的心有關係 因為你生生世的輪迴 是你的冒心在輪迴 不是你的肉體嗎 那心在輪迴,心會攜帶著 生生世世的信息在輪迴 那麼這一次,他怎麼總決定 你的心在想什麼 在執著什麼 比如在一份感情裡,你有這種認知 你一定會在這個感情生活 比如說你去追求一個生結完美 你看 你上一世就是這樣的 然後下來就一直在這樣子走 那我就不用算了 我一看就說,你肯定受罪 你要生結完美,你來到玉界了 你想生結完美 而且你在 假如你說這是天界 你在天界定的生結完美是很專一的 首先他就有一個品質叫專一 那你來玉界的話 你要定這個生結完美 你要重新轉化定 因為玉界天的生結完美是無所求 不是專一啊,是你不在求 不要指望 沒人說是為你的生結完美買單的 這是玉界天,挺玉的 玉界天的生結完美 首先有一個品質你是不求的 你也不指望人家為你那個生結完美買單 大家都為慾望買單,我告訴你 不是為了 他要是跟你說喜歡你 他是因為你能滿足他的慾望 而不是說是因為你生結 是兩碼事,記住 所以你在不同的維度的定義 是要改變的,是吧 如果你帶著素素的很多的那種 對情感啊,對事業的成功的定義啊 對名利的那種執著了 來到這個天 你又不改變你的行為 你肯定會失敗的 那還用算嗎 所以它與你的心態有關 如果你改變了你的認知 我就會覺得 你可能這件事會成功 是不是 因為你改變了 那就不是定數了 所以改變心態 心性的認知角度 才能改變命運 否則你的命運就 按照你的認知角度 就一直走下去 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穴 能碰到什麼穴 我覺得現在都算命很難 算走了 我覺得因為穴成的太快了 不是網絡時代嗎 就是啊 你有時候會遇到美國的 哪個國家 坐飛機就過來了 太容易了 就是啊 速度太快了 就是這個 也是果報也快 以前30年活動 30年活動 我覺得現在3年活動 3年活動 速度太快了 慢慢的夜報熟得也快 你想改變命運 我覺得我是不行 我想改變 那麼我就改變心態 如果你心情改變了 你就變成別人 因為將上一個本性來 你本來是帶著這套信息走 但是你的心完全改變了 你都弄回去 選擇這樣子 你本來是這樣子慣性的 比如這樣子 手就這樣落下 這不是你的規律嗎 你說我這樣拿下手 這是不是出這樣 你還用算呢 我肯定是這個軌跡嘛 是吧 那我還能怎麼滑下來呢 從這兒滑 過去 現在未來 怎麼滑過來 你不用算管 你也能看出我這個手的規律 規跡 但是 但是 如果你心改變了 我本來這樣滑了 我突然出這樣 我心速改變 心性改變 我的命運 那條路就改變了 那麼我本來在這條路上遇到的坎 在這條路上就是跨點 我轉 轉變了生命的方向 它就算不住你了 如果你從來不懂得改變你的認知角度的話 就是那樣的 太容易算了 你說我們 我們是人 我們可能比我們高一點的 他們有規律已經把我可以推出 那就是那些比我們高的人推出來 那你還看不到一隻螞蟻的命 你現在去看你家那隻貓 你還不知道它活多久 大概就十幾年 它能做的也就那些事 是不是 一天誰餵它就活了 不餵它 它就餓死了 是不是 它的命運完全掌控在你 它的命運 你不用說一九八卦 你也能給一隻貓算命 那就是可以這樣去理解 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心修得很靜很定的時候 是不是有很多因果來了 就不齊了 或者說我們有些因果就不會遇到 有些貓會 有些貓會 但是呢 會大事化又小事化 然後呢 比如有些因緣 就是不好的事情 善的貓你願意的話 還是有的嘛 不是貓 就還是有 還有就是有些因緣 因為比如說 有些貓 比如說你上上次 你跟他有仇 比如說跟他有仇 他是這隻魚 或者什麼 你吃了他這輩子 他來要報仇 他看見你就不衰 那他要報這個沙葉 沙葉 那他會敲心你嗎 那你不動了嗎 那你不動 這個果永遠守命 慢慢他跟你相處 敲心上你十次八次 你都不理他 最好他也沒勁 這個葉就慢慢了了 慢慢化掉 因為你不動 不動有時候 有意導致你不爭 也不會爭便 就是說去爭什麼 變什麼 因為好多 大家都是二三四歲的人 都已經很明白 只是越不越做而已 是不是 誰還不知道 有的只是 身不由己 控制不住 有時候都不爭 不解釋 有時候就那樣 反正當你不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世界都在動 你會發現地球也在穿 宇宙原來一直在動 然後你要跟著 下忙活的話 那你也一直在這個 脫落一樣 就那麼轉 就是這樣累不累 你不動在那等一圈 都又會轉回來 知道嗎 他轉兩圈 又轉到你這 是不是 那就是 那就是說我們 怎麼說呢 就是 這裡有不動 就是 一個是消極的不動 一個是 就是這樣的不動 關這個世界 用佛的直接來關 我們雖然做不到 我們是反復 那佛的直接 佛它有它的界底 它說怎麼樣 你就按照它那個說的去做 堅持做 你要堅持做一段時間 你才能有收穫 不然 我關了 沒關成環境 那怎麼能呢 一次兩次怎麼行呢 很多需要堅持一段時間 那麼你在不動的過程中 一切都在圍著你循環 在輪迴嘛 你保持個不動的過程中 不過你的身心 都是圍著你的本性在循環 在輪迴 在旋轉 但你要 到最後你會發現 這個旋轉的是壞的 只有你一個是真的 只有你是真的 真的 你的佛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現在你是認為都是真的 就你那個佛性是假的 因為你佛性沒接著 但你如果從不動開始 你會慢慢發現 只有一個 整個剩下全是假的 三件六道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要刹那刹那生變變化 然後你從不動開始 然後你發現 終於患了虛患 但是你又佛的正直戒 在不動的過程 也在往下生 也在打開自己圓滿 你不是說不動 你就是 永遠就是你一個不動 比如你是一株小草 你就說不動 我只不過是 就是一株小草 它不是停留 不動 你不會停留在 你本來的那個位置上 因為一切都在變 你不可能不動 但是你的心 如果是能夠斜下來 不動的話 你會昇華的 你會看到你最本質的東西 你會回歸到佛性裡邊去 回歸到源頭 那個時候你的不動 是有很大的意義的 你的心不是這個物體 你不動就永遠就是這樣 它不是 是通過不動 然後通過佛的正直戒絕招 你會成道 成道以後 沒有什麼事情能難住你 不動是個入門 不是讓你像個石頭端一樣 都在那兒不動 那石頭 石頭端在那兒 幾千個也是個石頭 但你不是物體 你的本性 你的本性是一切具足的 嗯 那其實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個 其實還是被外界的這些 慾望的千日度了 其實你還是認為說 有一個東西想要求 就是 在生活中 我想要工作上好呀 或者婚姻好呀 這些東西 這算不算是 你有一個你在求 不是 你覺得有一個我在求 有一個心在求 有一個外界在轉 我的心在求 它在變 是不是 你要覺得有一個你在求的話 你會很委屈的 你會覺得很可憐 你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自己很沒面子 或者自己很委屈 或者自己沒人可憐 覺得自己活著好累呀 但問題是沒有一個你在求 這才是重點 到最後你發現 你自己認為的這個我是個環境 所以你不可憐 是因為你根本就沒有在這裡 因為你的本性是佛 你的本來是很無所不能的 你的本來是非常強大的 那才是真的 剩下呢 你認為你這個小可憐是個壞的 是你認為出來的 所以最重要破的是這個小可憐 你覺得 哎呀我好可憐 我好孤獨 我好寂寞 我好難受啊 我被人欺負了 這世界誰也沒人對我好啊 我看我對他們多好啊 哎呀我好聖結啊 我好完美啊 我好崇敬啊 或者是 哎呀我也不算個好人 因為我想想說自己不 反正你給自己下了一堆定義 問題是你下的這一堆定義這個字 我是假的 是你定義出來的 所以沒有一個你存在 你自己把自己定義出來一個小可憐 所有的人認識你的人又給你定義了一堆 我認識的你是這樣的 他認識的你是那樣的 每個人都在定義 到底哪個是真的 你今天穿了個黃衣服啊 你長得怎麼樣 這是公土的定義 還有幾個別的定義 你好看不好看 喜歡不喜歡 那是 我是我 他是他每個人都不一樣 你哪個是真的 哪個也不真的 包括你自己給自己定義 為什麼定義不準確呢 為什麼出現這個問題呢 這麼多的定義不是一個準確的你 因為你是個假的 當你每天了悟了這一點的時候 不動就是要了悟這一點 你就無所不能的 你知道嗎 你就回到你本月 你就開始準備回去本月了 你說這個是假的 真的我在哪裏 所有修正的問題 真的我在哪裏 既然這個滿腦子冒出來的這個我 可憐也罷 是孤獨也罷 寂寞也罷 沒人疼也罷 這個我 是假的 那那個真的在哪裏 一直在這裏 只不過這就是佛學的主要問題了 就是我在哪裏 本來面目是誰 佛 明星界信 那個信在 自信在哪裏 一直就尋找這個東西 所有的修正都為了看見他 看見他就 一切太簡單了這個世界 所有的一切問題 不用說了 無所不能還不用說了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 你本來有一個真的東西 有一個真的佛性 真的佛在那裏 但是現在你真的 這個假的是你了嗎 你就回不去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不是說他不存在 他就在那裏 他跟這假的就在那裏 一般大小就在你那裏 你定義了一個病的我在這裏 就算你要轉成健康 你還是在幻境裡轉來轉去 你明白嗎 你是沒有力量轉的 為什麼佛法律無辯 你沒有力量轉來轉去呢 因為你在幻境裡折騰 你用不上力 所以先從不斷開始 回到你那個本來的你 然後你再去折騰這個幻境 那就是心能轉握了 那個就很厲害了 你要先回去你的力量才能出來 回到真的你那裏 有一個真理在那裏 這就是佛性和空性 只有那個東西是最有力量的 只有那個東西是真的 在這個世界上 你值得擁有的 而且是有恆的 不動 有有恆的 你想在這個世界找有恆 就回到那裏去 剩下的都是幻境 但現在我們問題中是 為啥苦呢 你就把幻境當成你了嗎 你怎麼不苦呢 你把幻境當成你 然後在這裏面 視線個病態 視線個什麼 視線個 你都不知道你是這樣的 因為根據業力 你不斷地在裏面輪轉 因為業力裡邊有因果嘛 你做了這個 做了個禮 所以這個禮 其實這都是幻境 它不斷地視線這些東西 然後你在裏面 快苦去 你好像在輪迴 其實輪迴也是個假象 都是在你的空性裡發生的幻境 自性裡發生的幻境 不是佛說 我們要是正的那個空性的時候 你那個佛性出來的時候 所有這個世界的一切 三切打切的世界 如片雲點看行 這種渺小的 這個世界 無量無別世界 一切渺小的就像一片雲點在看行 看看你多多大 就是說那種力量多大 並不是說你真的是那麼大 或者那麼小 它沒有大小的 這個度數從不動開始 而且你相信有的真的在那 而且你相信真空的東西在那 那才是真的 所以你如果活在幻境裡 就太冤枉了 佛說我們冤枉的受苦 受難在這個世界上 冤枉 這就是學佛最根本的 修正裡的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為了回去 那才是就是歸宿 否則這個世界的問題 解決不完的 我們倆坐在這兒 聊上三十年 問題還是懲處 沒完沒了 他們生出來的 知道吧 因為它的問題是 你懷突然不斷地生 原來越生靈面 越生靈面 可不斷生出新的問題 你的身體也會不斷地 今天這個病好了 明天會有新的病來 然後是老病死會死的 所有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到答案到這裡 找不到的 只是暫時的環節 你慢慢 你去不動以後 你去想你的心 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你的心裡 宇宙的一切都發生在我們的空性裡 因為我們的心狠 你的心不是就 比如你現在的 你想深圳你的心 就可以把深圳的那種境界想出來 你的心是無量無別的 你可以環繞地球 把全宇宙包在你的心裡 就是你 因為比如說 你看了銀河星的圖 你坐在這兒想想 你的心可以把全宇宙的圖案包進去 就是我們的心 達到那種程度 而且自由到什麼 沒有時空的阻隔 我們想回小時候就會回去 想回老了就能想像出來 然後我們甚至小回深圳 我們現在就回去了 小回深圳去北京也可以 只要有個圖片 假的一個圖片 我們可以去了美國 你可以想像嘛 是不是 雖然你沒去過 所以新的自由跟無所不包 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你的心裡 那就是你本來的東西 那個才是真的 你不要以為那個是假的 剩下的才是假的 你要找到那個 安住在那個裡邊 你會發現宇宙的一切 包括你這個身心 你那個小可憐的腦子 你發現 哎呀我這個身身面面 這些孽頭 包括這個身體 都是那個心裡邊的幻境 我們穿上幻境 在你的那個心像裡的幻境 一切發生在你心裡 得病啊 好了都在你心裡 就是你帶著很 但是你執著了心裡邊的某一個境界 你執著了你是生病的 不是猪害的 你有痕跡嗎 你帶著很多的定義的 礦架的痕跡 在地球上穿行 在宇宙裡邊穿行 那你變得很渺小了 就跟宇宙隔離了 就不是 就把心分成了很多 就是分成了固定的一些東西 你認為 比如你的心無所不包 你本來是包破珠海 你的心 但是你說你是深圳的 好 那麼你就是深圳 你已經把你礦在深圳了 所以很多世界 這是個礦架 在時空上 你已經把自己礦定在深圳 那麼你就是深圳的你了 那是很小的 包括我們對自己 我就是什麼樣的 女的男的長的醜 長的美 我發生了什麼事 有的人喜歡我 有的人不喜歡我 有的人對我好 有的人不好 我媽是誰 我爸是誰 我應該怎麼樣 所有的這些定義概念 我經歷過什麼 小時候什麼什麼 老了 所有的這些定義概念 過去現在 未來恐懼所有的一切 把你完全的礦定成一個 自無虛無的東西 就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 是你一堆定義 把自己塑造出來的 你知道 我生在幾幾年 死在幾幾年 就是那些樹 然後一些時間 個空間 還有一些概念名下 把自己定義出來的 你把自己給畫出來了 在心裡 畫出一個圖片 這就是我 你畫了一個圈圈 然後這就是我 好你就活在這個圈圈 然後恐怖開 因為你心是自由的 你怎麼能畫這個圈圈 把自己控制住 你心出去了 自己 你不要以為是肉體 把自己控住了 是你定義把自己 控制來圈圈 我們經常不自由 是因為我這個肉體不行啊 我帶著它飛不起來啊 心可以飛 肉體不可以 不是 是你這個圈圈 你所有的認為 你經歷過的 你經歷過什麼 你定義什麼 你是女的 男的 你的所有的那些認知 把你定義 把你完全定了 定在這個圈圈 然後雖然你的心自由 你的身體也不行 為啥你才休息到最後 佛又神變了 他就突破這個圈圈 他的肉體可以飛啊 他心可以飛 肉體就到達 心道肉體就到 心道行道嘛 易道行道嘛 他就可以穿墙越壁就出去 神變是哪來的 他那個肉體難道 真的不是物質的嗎 難道他真的轉化成光了嗎 沒有 他突破了這個圈圈 就是給自己畫的這個牢法 你在自己心裡 為自己定了個牢法 你如果認這個圈圈裡邊 這個東西是你的話 你永遠就在裡面搜 我告訴你 踏破這個圈圈 框架定義 不要認 我從哪來的 我身在哪 我經歷過什麼 誰給我好那個好 熟的執著 最重要的是 你今天畫個圈圈 還不斷地把這個圈圈 往死裡畫 一定不要讓自己 出了這個圈圈 這就叫執著 我怎麼能忘了 老師 我說你幫他解釋些畫了 在那個圈圈慢慢的 我怎麼能忘 他傷害我了嗎 然後我再畫一下 是吧 因為你認為那就是你 所以為什麼 修行的人到最後 他心菩薩道 要修這個 冤青在座 全部寬容啊 他就是要破這個圈嘛 因為他不是他 他要先做到 他不是他 他才能出這個圈 那麼你不是你要 你所有經歷過的東西 善的你可以繼續啊 這個 因為善的沒有給別人 帶來傷害 別人不會對你形成障礙 但是那些惡事 你懺悔 或者是慢慢慢慢 要走出來 你當然自己 不會傷害別人了 如果你傷害了別人 即使說你自己 心中沒有痕跡 但別人心中有痕跡啊 比如說你修行 你說我無所謂啊 我傷害了你 我可以過去不留啊 我就沒痕跡了 我無所謂 那那個人 他心也小 他可以記住你 那也是障礙啊 他在那兒的話 他就記住你 定住你了 那就像詛咒一樣 你也是很難解脫的 因為其實到最後 大家是一體的 因為都是 每個人都是給自己畫圈圈 到最後 我們的心是一樣的嘛 大家自由的那個心是一樣的 包含一切的嘛 但是每個人在裡面 給自己畫了個圈圈 每個人在自己的心地上 其實每個人在自己的心地上 畫個牢房 然後把自己放進去 缺進去 然後不自在 哎呀 怎麼現在出來了 而且是無期同行 給自己看 趕緊修 先結成二十年 再結行嗎 一期就結成 真的有期了 表現好了的話 就結行 我們先 一畫圈圈那一刻 就已經 準備判了自己無期 然後開始休閒以後 就結行 然後二十年 十年一直結到沒行 所以要做很多功德 然後做很多善行來結行 因為無我 他利他的時候 能迫自我 由於迫這個圈 因為你利他的時候 你不在意 其實如果你其實 耿耿於懷 有時候 你利他的時候 別人感恩不感恩 你要習慣了 你不會太在意 因為你利他的嘛 你不會覺得 其實人其實不心滿 他其實做了些壞事 他會記住的 而做壞事的人 就會記得很深 他心裡邊就覺得 我就是傷害過他 我就做了些壞事 他又說不出來 因為壞事不敢說嘛 他就壓在底下 其實是對自己很大的傷害 但好事他也無所謂說不說 他說出來是坦坦坦坦坦的 他不說也不會形成心理陰影嘛 你就算那些大模特 很厲害的那些 他殺個人 他做了壞事 他會有心理陰影的 因為他不敢說嘛 不敢坦坦坦坦說嘛 就心裡很難受 超世界會形成陰影的 那個時候就化地為老了 他認為自己做了 什麼時候他把那些 變得沒有愧疚 沒有滅疚了 他把那個陰影解脫出來了 他才能把那個缺缺抹掉 比較難 因為其實那個缺缺 那個陰影是他自己造成的 如果我們把外境 和自己的身心覺受度 看成幻境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問題呢 說的問題不過就是內在的角色 我苦嘛 我煩嘛 好難受啊 我好難受啊 我說老子 那件事情太糟糕了 如果說幻境的話 而且我們原來是如此的偉大 因為這是真的 這是佛說的 佛說我們本來一切去主 功德圓滿無所不能 法律無邊 上次就是測萬法圓啊 你還用算命嗎 測萬法圓嗎 外面下幾天雨你都能數得見 因為都是你啊 都是你的心啊 包在你心裡邊啊 包在你心裡邊 我現在拿幾杯子當 都留幾點水 你還數不清 你可以放慢數它嗎 慢慢來吧 這個是開玩笑的啊 但是都在你心裡邊 沒有什麼你不知道 你心裡邊想什麼 還不知道 別人心裡想什麼 你不知道自己心裡想 大家都知道 那就別從你心裡邊所想 所有的一切都是 那到那個時候 其實以前都不叫神了 神通也就是一個 那就是無言六神通 無言六神通 因為你突破了 突破了自我的障礙的時候 你就是一切嘛 但是你是一切 但是你又離一切相 你又不能說這個杯子就是你 但是你就是無所不在 你這個杯子能借到你 借到空性 但是每一個地方 所以你了解一切 知道一切 知道一切 無所不知啊佛 但是這個說起來 就深了一點 先從一開始 但是這個呢 就是解決最大的問題 就是解決我們 生活裡邊的民力情這些問題 也解決自己身體的問題 如果你按住在本來的那個狀態裡面 知道本來的真空 逐漸的了知那個本來的我是怎麼樣 那個本來的佛 因為你是佛嘛 本來的我就是佛 但是我現在只是說你這是個概念嘛 你對這個佛還不了解嘛 因為你覺得這個更真實 我這每天亂想著心更真實 身體搖一搖 再搖一搖 更真實嘛 那麼先從這個開始 先從心的不動 你試一試 你心不動 你突然發現這個肉體也是虛妄 原來是你分別 所有的養 酸麻冷脹痛是你分別出來的 並不是真的有那麼多事 我告訴你 我生病的時候就感受很深 就是這個身體的這個絕受嘛 其實這些痛嘛這些東西都是不真實的 都是 它隨著你的承受力 還有你的心力的脆弱 才會再改變 是 它是變的 它不是定的 不是說 痛就是這個痛 好像痛 還有很多種 是的 是的 是 這真的是它不過去了 它只是內意識和錯亂了 只有這種感覺 但是一開始我們從這種身心的絕受 還有這個外在的這種煩惱 苦痛裡要一下子定住 是很困難的 嗯 就讓自己不動 它就是一會兒就又慌了 一會兒就又慌了 一開始要不斷地修練自己 就是很困難 因為我們已經動習慣了 已經散亂習慣了 就像洪流絕地一樣的突出去 那你在裡面突然你不動了 或者是你停下來 你要用佛的藉地來關 關一切如夢幻 炮芽 金剛精 這些理論上要去把它想像成那樣 雖然它真的是還是很常識 但是你現在要想 等於是在你洪流裡邊 你立了個中流底柱 想不動 這一開始是很很比較難的 就你能夠不動 就覺得這反而是就痛苦了 就以前還沒那麼多痛苦 但是現在讓自己往回走 好像這反而是很難的 是很痛苦的事 但是你一定要這樣子 你這樣子時間久了 你略出功夫了 你突然就一切的 生生世世的輪迴轉過來 真的 因為你在轉你生生世世的一切 再要了知生生世世的 所有的一切的幻境 所有的一切你都要轉 你曾經做過的那些 所有的一切 做過的事 想過的念頭 那些生生世世幾億 幾百萬億 都差那直接 都要變成幻境的事 你想想你一開始 要用多大的力氣 你已經把它當真了 你開始要轉這個念 其實就是轉個念頭 但這個念頭是需要方法的 先從不動開始 然後轉這個念 剛開始很辛苦 就很多人修行 剛開始比較辛苦 其實一旦你轉了一點不辛苦 你就知道這值得 比你在這個世界受的苦 算什麼 我們真的是任人宰割 在這個世界 雖然我們這時候 是個羊 早就被殺了 現在已經吹了桌上 桌上 這個火鍋裡的 事物了 是不是 老師 你說的這個轉的一面 其實在心上去轉的 你不用轉 因為它是個幻境 但是我就是說 你把這個 扯到那一刻 就是說 你動以後 扯了 了知自己 了知這切 如患的那一刻 其實等於是 就等於轉了個命 因為你認為生生世世世這些真實 所以它影響你 你認為自己是個小圈圈 你定義出來這個是你 所以你認為這些真實 你才受苦受難 現在不是打破這些了 其實你會發現 因為本來這些概念也是個假象 等於是你轉個念 把這些真的當成壞了 把你認為壞的那個找回來 找回真的 就是其實轉了個念 轉念就是說 這是真的 你突然轉成一個 不再分別了 不分別是真的假的 你從不分別是真的假的 然後知道它假 你要說想轉它 它已經真了 你不要去有個轉的念的聲音 說 我把這個轉了它 那完了 它肯定是真的 你才轉它 它已經影響你了 是吧 是在這兒存在 你才有東西 你才轉嘛 其實不要分別 就是不愛它真假 不分別 有一天你就知道它假 你才能達到它假的那種效果 它假是它永遠不會影響到你 這個世界仍然在這兒 眾生還在這兒 但是它不會影響你心態的 這個世界怎麼變都不影響你 那時候就成到 而且你就 而且你無所顧的 神通俱足 老師 關於這個神通 就是 我之前見過有些人有神通的 他好像就是你 你坐在他前面 他就知道你在想什麼 你在做什麼 或者你在幹什麼 像這種 像這種 它是 如果沒正道的話 它是一種功能 有的人是具有一些超能力的 這種能力就是 不是我們 大部分凡人具備的 這是一種超能力 但這種能力呢 極少數人有天生救援 或者是有的後天 會休息出來一點 那有時候 其實其他道助神 比如說鬼道助神有五通 鬼通嘛 人家就鬼比我們厲害 就是人家有五神通 天道助神也有五神通 都有神通的 只是我們人力就 人力也挺厲害的 也有神通 只不過是我們都外在了 比如你看我們 你的手機啊 電話 這都是切裏眼切裏耳嘛 電視啊 這都是 他只是把內在的那些功能 給你通過外在的這些東西寫寫出來 這也叫神通 其實只不過是怎麼看而已 就是 我覺得也沒有 如果你是那個心的話 我所不在 萬物都包含在你心裡 它也在你心裡 你怎麼能不知道它想啥 它是你心裡個幻境 你還不知道你冒了幾個念頭 它冒念頭跟你冒念頭一樣一樣的 因為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你的心裡 因為你的心是無處不在 你現在還在深圳 深圳的小問題你都知道 別說是坐在你旁邊 深圳所有的小問題你都能知道 所以為什麼關西培佛這樣 千處其求千處先 那他哪有呢 不是一下子幾千個人說 一千個人求他 他同時聽到 同時謝 因為正因為所有的眾生的心 都是他心的環境 都包含在他那個心 無所不 那個空 真空的心 真空的心 心象裡面 而且每一個人求的時候 那個心 都是他全部的心 他能夠 就是有一千個 眾生有一千個念頭 他對應著每一千個人 每一個人也是完全的他 不是分成一千份 這個你理解不 你可以理解你是媽媽 你有五個孩子 你對每一個孩子 都是完全的你的愛 你不是把愛分成五份 知道吧 那每一個孩子都能得到 你完全的母愛 你的母愛 怎麼會這樣呢 你同時看著五個孩子 同時愛著五個孩子 但每個孩子都覺得 你是完全愛他的 你不是分了五份 五份之一給他 他是個空性的東西 就是所以你 你掙得那個空性的時候 七十億人口 比如同時跟你說話 你都跟你同時跟他交流 而且是完全的你 比如說 比如說你是觀世音普段 你掙到那個程度了 七十億人口同時求你 要跟你說話 好 你同時有一個你在跟他說話 佛學把它叫做化神 有七十個化神 七十億個化神出現在每一個人面前 每一個你說哪個是真哪個假都真 都一樣一模一樣 不是從一個 比如說我去休息 我修出一個七十億化神 並不是說從我這個變出來的 知道嗎 是這個也是一樣的 就是七十億個 一模一樣的人 每一個都是真的 從哪出來的 空性別出來的 那個空性心變出來的 但那個心無形無相 這邊聽懂多少 還行 還行 有點接觸 有點接觸 好接 就是慢慢逐漸去瞭解這個自信 瞭解你的空性 瞭解你的佛性 然後讓自己從這個三界的幻境裡走出來 不要只局限於走出 從這個得病的陰影裡 生起的病痛裡 或者以前的一點困難裡 那你是沒完的 你未來還有幾十年 那 困難會不斷的 病今天這個病好了 也有可能那個病還有 這個我們是永遠走不完的 你的艱難的路 是沒完的 是吧 問題也沒完 那就是發個大新聞 我要直接 所有的問題裡走出來 我要從三界裡的解脫出來 我從生生世世的路 那種信息給我帶來的 困難裡就解脫出來 那就要承到 那就是承出我 修正 對